我是姬氏以沈中輝 我在旭生國際科技實習 就是六方經濟 那是一個精密製造產業 那我會選擇在那邊實習是因為 主要對精密製造這一塊比較有興趣 那未來也想朝這一塊發展 那所以想藉由這一次校外實習 看能不能對我的人生未來有一點幫助 那我的工作主要就是機台操作 跟一些簡單的機台維護 那比較常維護的就換到這樣子 在實習中可以學到蠻多 在學校學不到的 因為實習它是一個務實的操作 不是像在學校上課這樣子 是口頭教訓 那能在實習中學到什麼 主要就是看你自己的心態 還有就是 如果想學 比較都不一樣的話 那可能就要主動 勤勞問問題這樣 雖然不是說每個技術員跟工程師都願意教你 但有問有機會 那沒有開口的話就絕對沒有機會